有自顧和失業人士都說當局的支援不夠 受停業令影響,健身室關閉 張生是自顧人士,過往周末到健身室教健身 但沒有自願工強積金 不符合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資助自顧人士的條件 幸好也是本地體育總會註冊籃球教練 未停課時到學校教打籃球 相信可以獲得一筆7500元資助 現在香港生活指數,7500元交租其實都不夠 說真的,疫情也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大家會預計去圓 所以其實7500元就是好過沒有 58歲徐生原本在灣仔一間酒樓做廚師 但酒樓結業,2月起失業 政府推出的兩輪防疫抗疫基金都未能受惠 曾經期望當局設失業援助金 但最終只是放寬申請縱援援藍 他說仍然不想申請 現在仍然有氣有力,不想政府負擔 以前有工作時就賺256萬元 現在基本上都賺不到工作 開支方面就省了小 靠以前有工作時就賺出了 當局強調設失業援助金有難度 被問到單身健全人士申請縱援 資產上限只是提高一倍,至到大概6萬6千元 門檻是不是太高?政府這樣回應 他希望社會不要標籤縱援申請人 無線電視機者先知報導 請問到 請問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